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公共管理的特征 公共管理的特征 然后老师一样 在这里老师也一样比较不建议各位 比较不建议各位看孙本初教授的 因为孙本初教授的东西可能 感觉上比较杂 其实孙本初教授 他已经不在了 那孙教授其实他的书 会跟各位在看到的章论书的行政学 比较相类似 也就是说他大概是一个比较综合版的东西 他会把很多的东西都把它综合起来 所以各位看到的东西都费非常多 好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公共管理的特征 我们要请各位看两个版本 让各位概念稍微比较广一点 但是各位如果你要背 好你要背 老师会建议各位 不管最好最好是背一下邱昌泰教授的 好那邱昌泰教授第三种说法 因为他的叙述比较完整 好那余智利教授的虽然各位也可以背 可是他比较单纯 好他比较简单 来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公共管理的特性 好公共管理记住 他说什么叫公共管理把师部门的这些管理手段套到 就是把应用到政府的运作过程 那日常的这种管理我们称之为叫公共管理 来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那个余智利教授 来第一个 好他以公共管理者为教学研究的对象 以公共管理者 好那等一下 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的这本书 各位有时候你会看到叫公经理人 好所以各位他的用词 用词会有一些不一样 好有的时候各位你会看到把它写成叫公经理人 好各位刚才前面大概有看到在哪里的地方 有提到了所谓公经理人的概念 好那也 好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公共管理者 好等一下各位你会看到 各位你看一下那个在第五页的最上面 好第五页的最上面有没有公经理人 好那其实都一样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对象都是这些 公部门的经理人 好就是公部门的经理人 那公部门的经理人呢 各位如果你把它用在企业型政府的时候 这个公经理人又代表叫什么企业型官僚 好就企业型 也就是说他是在一般的公部门里面 但是比较拥有创新 好跟那个企业管理的这些思维理念的人 好那些的管理者 我们称之为叫公经理人 好这样理解 来所以各位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就是公共管理者 好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公经理人 就所以各位你看孙本初教授的用词 他就用公经理人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上面 他说由于政治无可避免 所以公经理人应该明白政治的系统 在法定的责任和系统上 以专业管理公共部门并承担责任 好这种用他的专业来管理这个部门 并且承担 好所有的这些的责任 那这叫什么这叫公经理人 好各位了解就好了 然后来那我们请各位回来 那个余智利教授 第二个他既重视公共系统或政治环境 也重视管理资能跟策略 好所以前面那一段是公部门 后面那一段是师部门 好所以各位你看你把它猜 他不但重视公部门的这种 好系统运作的系统 然后也会也会去注重他的政治环境 好但是一方面 他也重视管理的资能跟策略 好怎么样去 好必须要相关的哪些相关的这种管理的知识跟技术 以及怎么样去应用这些管理的方数 好这些的方案 好第三 以这种方案为焦点 重视基调强调 好强调部计关系跟辅计关系 好那个部计关系跟辅计关系 各位OK了 好我们刚才有看到各位有看到科技 好科技来 那各位有看到这个科技整合吗 科技整合这个科技呢 这个科代表学科 好技代表之间 所以科技整合是指不懂学科之间的整合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好来那延伸延伸下来呢 好各位会看到这另外的两个字眼 好那这两个字眼可能各位在行政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看 尤其各位在非正式组织的那个张冶 好各位看到部计 好那什么叫部呢 部代表部门吗 计还是一样之间 所以这里部计指的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好不同部门这叫部计 那这个府一定是代表政府 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叫府计 好就是府计关系 那政府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所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种府计关系 那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叫府计关系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跟西北市政府 那这就是府计关系的概念 ok 理解 来然后我们看一下 来在第四点 好他在科技整合跟个案研究的途径 那强调食物跟理论并重 好也就是公共管理 不但研究研究理论他也探讨实物性的东西 好这个各位大概有点印象 来然后我们请各位来看一下 看一下孙本出教 我们各位很快把他看过了 他公共管理的特性可以归纳以下纪念 第一个他有公经理 目标管理的哲学 好管理哲学 那他会应用他的管理哲学是什么 就是绩效管理的概念 透过绩效跟激励筹长的方式 好来提高人员的这种效能 然后强调组织结构市场力量 好那个第五点 各位看到市场就想到自由竞争 老师有跟各位讲 因为在70年代 好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开始 一直在衰退了 所以世界各国政府就开始想到说 那我怎么样 在现有的这些预算之下能够做最好的 甚至能够维持现有的这种 所以他就会想说 怎么要提高政府的迹象 好那就想到很多的这些概念 比如说政府机关的这种很多事情 不要自己来做 我可能把部分交给其他人做 好那就产生这种市场自由竞争的 好这种观点 好另外跟外部环境的关系 好各位就是ER 跟外界的互动 然后具有公共政策的导向 好那这里为什么要讲公共政策 好一样还是要再重申刚才的那一个字眼 叫PAFHR 好 IER 所以老师跟各位同学 每次公共管理 大概你要了解公共管理的这种概念 这八个英文单字代表五个含义 各位一定要经常把它放在你的脑子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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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